01,茶情,茶本是大自然的灵物,与茶相伴久了,便喜欢与茶说话,茶总是这样通灵性,忧郁时浓烈,心悦时清幽,平淡时无味,便换着各种心情,如心的荡漾,每天的心情也是这样起伏波动,与那时喜愁,顺境中喜乐,顺杂一起,便是人生。 我们喝茶时,不仅仅是在喝一杯茶,其实是将波澜壮阔的岁月喝到平平淡淡,也将浑浑噩噩的日子喝到纯净清明。 人生中,没有谁会无情地忘却一切过往,没有谁会阻止那一段段悲欢离合,一杯茶从龙到大,人生也往往是从风华正茂到风竹残年。 不仅仅是人生,其中的五味杂陈,关于情关于爱,其实都如此。 锦庸先生说理想的爱情是一件钟情,从一而终,白头显老,一如好茶,藏在云雾辽桥的山上,在醉佳的时间采摘,经过精心烘焙,有懂茶的人来摘水选器,并用心品尝,然后芳香四溢,浑润无穷。 人生中所有的过往都搁浅在心头,然后随时光的步履,慢慢沉淀,沉淀下来的是人生百味,是红尘烟火的弥漫,是蝉年纠结的心痛,是挥之不去的忧愁,是夜深远景的思念。 第二,茶心,著名大家林清玄,曾演完吃茶的方法,来表达与人生的种种。 我时常一个人坐着喝茶,同一泡茶,在第一泡食苦涩,第二泡干香,第三泡浓沉,第四泡清烈,第五泡清淡。 最好的茶,过了第五泡就失去味道了,这泡茶的过程令我想起人生,青涩的年少,香醇的青春,沉重的中年,回乡的壮年,以及愈走愈淡,逐渐失去人生之味的老年。 我也时常与人对影,最好的对影是什么话都不说,只是轻轻的品茶,次好的是三言两语,再次好的是五言八字,说着生活的近视,莫好的是九嘴十舌,言不及义,最坏的是乱说一通,道别人是非。 与人对影时常,令我想起,生命的境界却是超越延距的,在友情的心灵中不需要说话,也可以互相验证,喝茶中有水深波停,流水轩轩,滑红柳绿,众鸟喧华,车水马龙种种境界。 我最喜欢的喝茶,是在寒风冷肃的冬季,衍生到众烟沉默之际,独自在清净中品鸣,一饮而尽,凉手握着一空的杯子,还感觉到茶在杯中的热度,热,迅速地传到心底,犹如人生苍凉历尽之后,终也关心,看见,并且感觉,少年时沸腾的热血,仍在心口。 第三,茶生,茶如人生,一杯茶我们会喝的游泳倒淡,其实人生可尝不是游风云至凋零,人生就是那散落红尘的一片云,一滴泪,一个微笑,一份千年,走着走着,遇见了,走着走着又饿了,走着走着,花开了,走着走着花落了。 这一段路程,漂浮着心喜,漂浮着忧伤,总是喜悠惨吧,人生就是依旧飘香的那杯茶,渐渐会变凉,渐渐会无味。 但曾经的那份浓郁辛香,曾经的那种带忧雅致,已经飘落在了心湖上,随同翩翩一落的词句,沉淀在心湖深处,人生的道路漫长,每一处景置都需要欣赏,无论赐予的是悲伤,还是快乐。 把风景变人生,慢慢品味,熟茶般忧香,永远,茶在手中是风景,茶在口中是人生,那淡淡的忧香变在尺尖了,永远保留着清香。 喝茶不是一种盲目的喜好,你懂茶,茶也会自然的懂你,纸茶,懂生活。 此文章为于品茶庄高级茶医师私家整理发布,请说明,特此,如果您有更多关于茶叶保存,冲泡,学购等需要咨询,欢迎四线交流学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